众所周知,国内的手机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激烈的地方了,没有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选手太多,一打起来简直是热火朝天 而且现实还是很残酷的 很多熟悉的身影已经从主流的视野当中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 令人遗憾,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盼望他们能够回来 而这次上手的主角《魅族》和他的16系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那么魅族给人的一观印象是走的文艺路线,不甘平庸 而且在体现在ID设计上来说的话,就是不喜欢和别人一样 今年的这个16系列也是符合这一传统的审美和文化趋势的 那么这个标志的就是没有采用今年通行的这种刘海全面屏的布局 而是沿用了去年比较主流的18比9的全面屏 也许听上去感觉落后了一点 但是如今的这个时间点,市场对于刘海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千万别讨人厌,对吧 那么规避刘海的选择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聪明或者明智的一个产品决策 那么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 刘海平是这个厂商为了提高屏占比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下策 那么规避刘海的代价就是要花费巨大的研发成本 去搞定这个伸缩的摄像头和模组 那么这对于魅族来说可能不太现实 但是魅族也没有放弃对于屏占比的追求 那么通过超大的屏幕的这个耳角和自家传统的这个超窄边框 以及相当窄的额头和下巴 16系列可以说几乎榨干了18比9布局的全面的潜力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魅族官方的宣称 为了16系列的这个下巴 他们特地花了一笔巨款去定制了一个COF的封装屏幕 那么除了坐窄宽度之外呢 也特地收窄了屏幕的排线 从而给这个耳机孔呢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 这对于一款主打性价比的产品来说的话呢 也是难能可贵的努力和这个付出了 那么此外呢 16呢也继承了魅族注重打磨细节的这样的优良传统 不仅采用了一个威风的听筒 也对额头的各开孔呢进行了这种消影处理 仅剩前置摄像头 这样子的话呢 16和16plus正面的这种观感就变得非常的简洁 一体性可以说是相当的强 那么翻到背面的话呢 在这个16系列在主要的布局呢 依旧是自家传统的纵向居中排列 那么对于这个玻璃后盖呢 采用了类似陶瓷的这种镜面处理 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黑色 不仅通过镜面的光效 可以充分发挥玻璃的这种高透光的优势 还和同样高光的金属边框呢 融为一体 深得我心呢 非常漂亮 只是这个粘贴指纹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当然了这也不可避免啊 只能说是多擦一擦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多说一说这块屏幕 那么魅族16呢 配备了这个屏下指纹 那么三星的这个AMOLED面板肯定是标配了 LCD呢还做不到 那么其中呢 这个16呢 小一些 为这个6英寸的屏幕尺寸 那么16plus要稍微大一些 有6.5英寸 分辨率都是1080x2160 18比9的比例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他们的这个显示效果 两款机型的成绩呢都差不多 手中的对待亮度呢 是430英台左右 还是不错的 作为这个OLED屏幕来说 都没有设置这个激发亮度的这么一个模式 是比较遗憾的 那么色准方面的话呢 两款手机的调校方式都和三星非常的类似 给出了四种这个颜色的选项 相对应不同的色语 那么具体的结果呢 可以看屏幕上的这个表格 那么总体在AMOLED的面板当中呢 属于这个主流水准吧 不能说是非常的出色 硬件方面 作为魅族经营的旗舰产品 配置呢自然是不能差的 高通骁龙845的平台 最高呢256GB的UFS2.1的闪存 那么运存呢是配到了8GB 自然也是LPD-24的内存 那么还有这个4X4的MEMO 双通路的W9呢 以及魅族招牌的M-Engine 横向的线性把达 无一是旗舰级别的配置了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石油系列的性能 CPU的调度呢 可以说是很积极的 稳定性呢也非常的不错 GPU呢 则利用丢丢的遗憾 明显可以可见的一些锯齿 但是幅度呢并不算大 整体的表现在同级别的机型当中 可以说是位居前列的 此外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评下指纹了 这次用的是新思的方案 体验之后呢 和我们见过的产品呢 之前的对比起来有些不同 那么校验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那么用力的去按压 只需要将手指精准的搭载 这个区域就可以识别了 而且呢 据说为了这个照顾右手的操作习惯 魅族特地把指纹模组的这个位置呢 逆时针的旋转了一丢丢 从实际体验来看的话 石油系列的表现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解锁很快 体验呢也很流畅 那么在音频方面的话呢 魅族16这一次没有采用独立的音频模块 让人感觉略有遗憾 但是呢 它不仅保留了耳机接口 也支持了这个LDAC的这个高清蓝牙音频 还支持外置的USB声卡功能 和这个立体声的扬声器 可以说是最大限度上呢 满足了在收听方式上的一些需求 还是值得点赞的 那么系统方面呢 魅族16呢 搭载了Android 8.1的Flyme 7 那么风格和以往的Flyme呢 非常相似 都是十足的简洁清新范儿 到现在看起来 我都非常喜欢这个界面 而且为了这个应对全面屏呢 那么魅族也加入了虚拟的AMBAC键 和这个手势两种操作方式 那么虚拟的AMBAC呢 可以通过轻按和重按 两个虚拟的这个 腰圆按键呢 来去进行返回上一层 回到主界面的操作 不过它占据了一定的这个 屏幕的空间 会让所有的APP的最下方 都有一定的空间上的浪费 有一些可惜 全局的手势操作 和目前的其他定制的 安卓系统的方式呢 非常的类似 有意思的就是说 它可以从屏幕的 这个左下右三个边缘呢 要去这个触发 通过滑动的这个距离 来去判断是返回上一层 还是返回主界面 那么相机方面的话呢 魅族16系列搭载了相同的方案 前置呢 摄像头是2000万像素 sensor呢 是用的三星的S5K 3T1 那么单像素是0.9mm 小了一点 那么F2的光圈 魅族官方宣称 是定制出来的最小模组 那么可能还是主要是 为了照顾到这个额头的尺寸吧 那么后置呢 采用的是长焦的双摄像头组合 主摄像头的是1200万像素 sensor是索尼的IMX380 单像素的面积达到了1.55mm F1.8的光圈 支持光学防抖 那么副摄像头呢 是2000万的像素 两倍焦段 sensor是IMX350 单像素的面积呢 是1mm 而这个光圈的配置呢 是F2.6 整体上来看的话 16系列的硬件配置 还是相当出色的 不过实际表现 还需要咱们落到样张上来看 首先16和16plus的初片呢 它的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 没有明显可见的区别 那么当然这也是应该的 否则的话怎么能说 它是一个系列的呢 那就真出问题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的样张 我们选取了16plus 来和这个标杆机型呢 来去进行对比 16plus的取景范围呢 是三款机型当中最大的 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 16plus大多会优先保障 高光区域的还原 不要溢出 但画面呢 要比实际的场景呢 会更加明亮一些 有助于提升整体的观感 在动态范围上的话呢 对比iPhoneX和这个s9plus 没有明显的差距 16plus的发色呢 它整体会偏冷一些 在部分场景之下 观感会有一些偏灰白 那么放大细看的话呢 16plus的解析力 和iPhoneX和s9plus差不多 纯净度呢 也不错 但是在很多地方 16plus的涂抹感 会明显偏多 丢失了不少细节的信息 暗部细节上 也因为这个太暗 导致的还原不佳 这些问题呢 在打开HDR提亮之后呢 会有所改善 代价就是高光区域的控制呢 也会明显减弱 而到了夜间的话呢 可能是16plus 这个直线超车的地方呢 表现的比白天要更为强眼一些 不仅对暗部可见性的 这个修复相当不错 那么还对高光区域呢 有着非常出色的控制力 无论是动态范围 还是整体的观感 都要比iPhoneX和s9更好 只是在极限弱光之下 16plus还是要比s9plus 差的那么一丢丢 有些小遗憾 放大来看的话 19plus的纯净度还是不错的 那么好于iPhoneX 但是涂抹明显要偏多一些 细节还原 各方面相比起 s9plus都有明显可见的距离 而在这个开启HDR之后呢 16plus也和今年的 不少机型一样 噪点是大幅度的增加 成像质量有明显的下滑 希望接下来的迭代当中 魅族可以改善这些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呢 有了这个MX380 加持和整体的观感 优先的这个调教思路呢 魅族16系列的成像素质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夜拍表现的很抢眼 足够位居 今年行业的第一梯队了 那么续航方面的话呢 魅族16配备了 3010毫安时的电池 不是特别大 16plus配置是3640毫安时 可以查到电芯的供应商呢 是ATL 封装呢 是由这个新网达负责的 我们实际体验下来呢 正常使用一天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充电方面呢 两者都是标配了魅族传统的 24瓦快充 从实际的测试情况来看 采用的是联发科的PE2.0的协议 16的这个线上功率 大概在13到14瓦 半小时能充48% 16plus则会稍微好一截啊 那么这个线上功率 可以超过19瓦 半小时呢能充64% 但是两者充满的时间 可以说是都差不多 都在一小时33分钟左右 毕竟有这个电池容量上的差别 那么属于行业当中的主流水准 总体上来看的话 作为魅族回归主流视野的 一个敲门砖 16系列的配置比较全面 性价比也很高 实际体验下来的话 各方面也没有明显的 特别大的短板 而且继承了魅族 一贯打磨细节这种传统 能看得出来这款产品 还是很精致很用心的 可以说呢 这回他们带回来诚意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市场竞争力 我觉得还是不错 那么要想 跻身到这个一线的 厂商之列的话 光靠性价比 可能还是永远不够的 仍然需要不断的积累 研发实力和本钱 跟这个技术潮流呢 要并驾齐驱 做出极致的创新才可以 所以说今年 在欧威重新独领 这个行业风骚之后 我觉得魅族还需要 再加把援 好了那么看了 新机上手 就来Zither的话 买新机的话呢 就要去苏宁易购 这次魅族十六系列的上手呢 就先到这 更多科技生活方式内容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Zither.com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Zither.com 还有我的个人微博 在屏幕的左下方 我们下一次上手再见 魅族十六 在十六号上线 也是我们特地 用的一点点小心思吧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我们下一次